今天晚上的社會焦點 刑事局中部打擊犯罪中心 前往桃園揚美 他們要攻堅 破獲民宅製毒工廠 而且警方在屋內查扣了非常多的製毒器具 還有三級毒品喵喵 成品加半成品 總計兩百一十六公斤 初估市價破億 而且毒品製作的數量實在是太龐大 大概五十萬包 所幸最後被破獲 否則如果流入市面 後果不堪受想 極方架梯爬入製毒工廠 大陣仗破門攻堅 嚇槍實彈攻入嫌犯 強生名賊 當場查扣大批製毒器具 以及製作毒品原料 九月份刑事局中部打擊犯罪中心 前往桃園揚美破獲製毒工廠 在內部查扣三級毒品喵喵 成品 以及半成品重量超過兩百公斤 出估市價就高達上億元 喵喵成品半成品合計兩百一十六公斤 而且可以製成五十萬包的毒品咖啡包 不法獲利達一億元 原來警方兩年前破獲毒品案件 巡線網上游追查 發現一名老經驗製毒師良性主嫌 提供技術指導其他嫌犯製毒分售 經過長期搜證尋貨所在地前往歹人 良性主嫌居於幕後高人做技術的傳授 幕後的金主賣性嫌犯 讓賣性嫌犯與流性嫌犯 兩個人尋找偏僻適合制毒的處所 來進場制毒 嫌犯也被依毒品危害防治條例送辦 而警方表示喵喵屬於新興毒品咖啡包品項之一 這一回查扣數量龐大 所幸及時被破獲 否則流入世面 後果不堪設想 小楊楊吉台中報導